接着我们邀请到的是大众投控集团 暨台湾绿电应用协会代表 简明志总经理 大众投控生根于台湾绿能产品 已经长达十多年之久 而在今年也加入绿电应用协会 作为常务理事一职的简明志总经理 将积极搭建台湾绿能绿电应用 以及绿电交易沟通的平台 协助产业进行各项绿电应用的媒合 大众集团与绿电协会相信 双方的合作将会提供最完善的市场机制 并且顺利推动绿电在台产业 最优质的应用环境 促进经济提升 加速能源转型的成功 而今天的演讲专题为 绿电对于台湾产业的发展与契机 让我们有请大众投控季 台湾绿电应用协会代表 简明志总经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众投控集团总经理简明志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加 金周刊国际新能源线上论坛 来分享我们大众集团 在绿能事业上的布局 这是我们大众集团绿能事业发展的历程 我们2005年与国际大厂Honeywell 合作智慧镂空AIoT平台 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核心 自此之后我们所有的建制 都是在这个平台之上 2010年我们将平台应用于太阳能暗场 并完成300多个太阳能电厂能源平台的建制 导入云端监控管理分析 及建立维运的能力 我们还完成了台电DNP3.0的认证 接轨国家电网DREAMS平台 我们完成多项国内外智慧楼宇 智慧校园 智慧交通监控的场域 过去一年我们看准农电及鱼电共生市场 协助农鱼导入智慧管理和绿电的应用 我们也看好电动车将会是绿电应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此我们也投入电动车应用 研发电动车显示投影技术 最终我们目标建构智慧城市 结合三能 即创能 除能以及节能 和绿电应用的完整解决方案 刚刚提到 我们2005年跟Honeywell合作了 这个开放式软体框架平台 何谓开放 开放就是业主们投入资源 在平台上所建制的所有的应用 能够不被平台业者掐着脖子 不会被平台业者所限制 既然投入了此平台 未来这个平台都会归业主所用 那这个平台呢 覆盖了所有智慧城市的领域 如楼宇监控 交通 IoT 电网等等 这个将近30年的平台 全球部署超过75个国家 50万个安装的实力 接入超过1000万个智慧设备 以及超过18000名认证应用工程师 还有超过400名的认证开发工程师 逐渐这平台的实力 Honeyware平台系统的强项有 第一 大量部件的实机 第二 它有可堆叠式的架构 可堆叠式的架构跟第三点 通讯协议的完整性息息相关 各位看右边这张图 一个大楼里有空调主机 有照明 有消防 有门禁 等等不同的系统 全部都有不同的通讯协定 这个平台 可以将不同的通讯协定 能够无缝接轨 接入一个平台来做统一的管理 那可堆叠式的意思就是 今天业主只做一层楼的IoT物联网的连结 那明年它可以做第二层 后年做第三层 但是不论何时做 都可以完整地接入到平台里 做统一的管理 那么它还带自驾云 这个云的架构 所有云里面的连结 都有资安的保护 另外它还自带工程UI的工具 UI的工具 以及业主不需要懂程式语言 不需要是工程师 他也能够自己很快地上手 能够建立不同的应用 在这个平台之上 接下来四点 如适合多场域的整合 有远距管理的功能 有异常事件的通知 以及透过通讯软体 短信跟email的主动发报系统 这都跟管理的效率有相关 举一个例子 美国银行三千五百个分行 散落在美国广大的领土里 三千五百分行所有的资讯 全部用这个平台 借接到一个战情室 做统一的管理 有异常就主动发报给管理者 大大的提升管理的效率 另外最后一点 它非常的经济实惠 大家往往听到 这个Honeywell的品牌 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昂贵的品牌 非常昂贵的 有非常昂贵的设备 其实不然 它的成本架构 非常的具有竞争力 这是我们大众集团 在绿电创人这块的布局 我们某个客户 我们替他做超过三百多个 太阳能发电的暗场 建立了即时资讯监控系统 左边这一栏 是所有县市的 太阳能暗场的基本资讯 那右边这些 就是基本的发电资讯 如总设置的容量 今日的发电量 还有累计的发电量 还有平均的制造温度 这一页说明的是 太阳能基本的资讯 我们透过将这些资讯 吸收到统一平台 做一个及时趋势的管理分析 那么若有发电的异常 主动通报给业主 业主可以很轻松 轻易的在远端来管理 遥控他的资产 这个是我们在 智慧楼宇的一个实际案例 就是台北市民 人人关心的大巨蛋 那台北大巨蛋的 智慧楼宇管理系统 是由我们大众来建制 大巨蛋里超过 48000个以上的设备 我们将48000个以上的设备 有着不同的通讯协定 完整地收纳到同一个平台 来做联动式的管理 做中央的监控 做治安的管理 智慧城市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智慧楼宇 其实就是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 那我们有很重要的战略伙伴 就是三菱电机 那三菱电机除了电机设备之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电梯系统 那电梯跟消防安全 都是息息相关 其中还包含空调系统 通风 冷水主机等等 全部连到一个系统 来做EMS的能源管理 这是智慧楼宇的中央管理系统的组织架构图 那下面是所有楼控里面的这个纸系统 包含给水循环系统 有停车场 环境管理 空间管理 热像管理 消防 门禁 还有DVR 那再加上跟电力相关的6加1电 其中有三个是传统的空调 电梯跟照明 还有未来每一个大楼都会建置的储能系统 再生能源系统 充电设备 再加上一个5G基站 那我们可以将这所有的子信桶 子信桶里所有不同的通讯协定 能够连接到一个整合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我们能够替客户做远程诊断 优化的分析 联动的管理 能源的分析 预警管理 监控 还有AI的分析 这是我们协助Honeywell 做的国外的实际案例 举几个例子 香港制定集团 以及澳门米高煤酒店 还有新加坡张仪机场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暗场 我们协助Honeywell来完成它 我们大众集团 也在智慧校园里开始布局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 我们台湾中小学 每一班都要加装冷气 那这件事其实不是装冷气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还需要做能源的管理 还需要接入台电的电网 接入台电的再生能源系统平台 DREAMS平台 那我们还要做到DR Demand Response 虚量反应的管理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够在同一个平台里 将学校原本就有的门禁 智慧监控 虚拟围离等等 子系统也接入到同一个平台 来做能源管理 去年开始我们投入智慧农业 那有感于农民的这个收益 其实相当的辛苦 那我们除了替农民增加他的收益 透过加装太阳能板 增加产电的效益之外 我们在农作物本身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农民 导入智慧的管理 最终我们希望达到 有效管理农场 减低人力的成本 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植物的品质 提高品质就是提高价值 提高价值就是提高价格 那我们希望能够增加 这个市场的需求 我们也确保设备的完善 降低投资的成本 太阳能板上是一种经济 有创电的收益 太阳能板下 所有的农作物的生长 透过温湿度的监控 透过这个土壤的分析 透过这个照明的监控 我们期待帮助农民 把农作物生长到最好 能够把所有的价值 完全的体现 那智慧城市 包含了许多的领域 那大众在这个智慧城市的布局 主要是交通 楼宇 校园跟农业 以及我们自建的能源管理系统 那智慧城市呢 需求有很多 刚刚提到的除能 充电 发电 这样子的能源的管理的平台 是由大众来建制 对接智慧楼宇 校园 交通 工厂等等 需求端 我们会客制化给我们的客户 来帮他一起建制这样的系统 将这个系统建制完之后 能够由业主自己来管理 所以不会有这个平台 必须要一直再回来找平台业主 来替他做写程式的动作 其实是这个部分是可以完全免除的 将资料收集到一个平台 做能源分析还不够 我们还要加入AI 用AI的方式来主动 告诉业主 这个可能的异常 举个例子 在电池管理AI的方案 我们可以替业主先做安全分析的预知 物障分析的预知 还有效能的分析 在设备有可能异常之前 我们就可以先主动发报 给业主来做处理 智慧程式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 我们大众电脑 协同三菱电机 同时也是东京市电力系统的 系统整合商 还有新科电子 同时也是全台 85%捷运系统的系统整合商 我们三强联合 期待为台湾的城市智慧化 尽一份心力 最后 我本人也身兼 台湾绿电应用协会的产物理事 我们协会希望 借由推动具备多元价值的 高品质绿电计划 希望推广绿色电力 希望协同政府一起完善绿电市场交易的机制 我们希望为台湾的绿电转型 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我们就先请教大众的检总市长 检总经理 我想请问一下 您刚刚讲的大众在做智慧楼宇 然后整合了大巨蛋 4.8万个计划 这是非常惊喜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自己的大楼 传统的大楼 它其实这个智慧跟电 其实是分开的 更不用讲说 电它 我们以前只是用电 没有卖电 也没有制造电 那现在通通过来了 那我们有必要 要把这两个 一定要整合在一起 什么条件之下 我们才需要把这两个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真的是一个划算的投资吗 真的可以让我们在经济效益上 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可不可以请 总经理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从一个 台湾预电发展的这个历程来看 我们台湾非常重视 再生能源创能的部分 太阳能的建制 风电的建制等等 但是我认为 我们谈再生能源 不能只是专注于创能这件事情 它必须要谈创能 再加除能跟节能 单能必须要融合为一体 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再生能源有季节性的问题 所以要搭配除能 那台湾电力的这个整个需求 一定是持续成长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谈 创造新的再生能源 我们没有办法去追上 我们台湾电力消耗的速度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导入节能的系统 我们大众这个AIoT的这个平台 它能够将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大巨蛋 大巨蛋里头有大概六万个设备 sensor传感器 那我们的系统能够很轻易地 将这些设备 不同的 protocol 能够连上这个平台 做统一的管理 联动的管理 那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大众替业主 在 算落在台湾各处 有四百个大能的暗场 那我们帮他的讯号 全部统一接回到一个战情室里 做分析跟管理 那不止其如此 这件事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有通过台电 DNP 3.0的认证 我们可以对接台电的Dreams系统 能够做到DR的Response 虚量管理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问提到这个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整个智慧大楼如何去应用这个事情 我相信未来大楼 在大楼的屋顶上面 可能会加制太阳能 可能会加制小型的风力发电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大楼都有自己的 创电创能的系统 那我们如果是这种 直接供应大楼的电力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帮 我们的系统可以帮 创能 再加上大楼的六电系统 哪六电呢 就是最耗电力的 就是这个 造明 电梯 还有这个空调的部分 另外再加上未来大楼一定都会有的 这个储能系统 充电桩 还有最后最后就是重要的就是 5G的激战 像这六电的系统 结合我们自己的创能系统 如何能够让每一个系统 能够无缝接轨地做联动的管理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我们的系统呢 是跟美国的Honeywell做合作 那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智慧城市的这个 一个发展上面系统 一个稳定的系统是最重要的 那您刚刚问到说 我们的系统如何能够让 每一个大楼 一个小的场域 都能够接接起来 那它是经济的 那我就跟主持人提到说 其实我们大众在农业 小制农业 小制校园 搭到这个城市 跟这个大楼交通 其实我们都有涉略 那我们的经济成本 跟实际上产生的效益 对我们的使用者 都是非常的amazing的 所以其实场域 暗场大小 其实你们都可以克服 是的 是的 是大到像大巨蛋那样子的 也可以用同样一套系统 到一个100k瓦的小太阳能电厂 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用一样的系统来制作 所以我们的系统可以说是 像积木一样堆叠式的 你可以今天做一层楼 你今天做第二层楼 它都还是可以无缝接轨 整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延展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认为 要达到智慧城市的这个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最稳健的系统 我们才能够做到 节电这件事情 节省电力 我认为才是资本的做法 而不是一直创造新的能源 而赶不上能源消耗的速度 讲到转型我们讲到智慧城市 这个是大众的投控专长 可是老师讲我做记者也很久了 智慧城市也听了很久了 到底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智慧城市 在现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能有越来越往真实靠近的状况 那如果大家变成智慧城市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自驾车 觉得在智慧城市上面可以悠游 我们在沙伦也有一个实验基地 那可不可以请总经理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如果我们真的是智慧城市 除了我们看到那种宣传片以外 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好处 然后宣传片的样貌 到底哪时候可以成真 是不是再生能源或5G加进来以后 让智慧城市往可能性再靠近一点呢 请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如同研发长刚刚提到的 智慧城市这个议题 其实已经讲了二十六 已经太久了 那之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型 我想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大家对电力的这个概念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再生能源 这样的概念 现在这么的风行 那尤其是最近这个欧洲开征判税的这个计划 那我觉得台湾的电力 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 一定要执行的事情 那所以我认为智慧城市的这个议题 已经到了正确的时机点了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不能只谈创能 我们必须要把除能跟节能 都把它放在一个方案里头 我们一起来将三能能够平衡的发展 觉得这才是对电力使用最好的安排 不好意思 那就是说我们父母亲从小教导我们说 我们出门要随手关灯 我们要随手关冷气 这样的道德的约束呢 其实影响的人群 我认为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出了房门 灯就自动关起来 那我们到了电梯的时候 电梯自动打开门 让我们进去 然后我们充满电的 刚刚提到电动车 接入电网之后 那它可以把电力直接V2G 把这个电直接从电动车 传回电网里头 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我们希望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AIoT 大众的AIoT系统 导入到大楼城市的层级的时候 我们能够让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群 他们不用很刻意的 去做节省电力的动作 一切都是在中央设计好 将所有的资讯传达到H端 每一个传感器跟设备 做到自然而然无时无刻的节点 这是我们大众希望做到的 那这个scope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有战略伙伴 我们有三菱电机跟新加坡科技 他们在机电跟这个智慧交通上面的 深厚实力 我们强强联手一起来 为智慧城市做一份努力跟贡献 一站式的服务好像特别重要 因为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么多 其实牵涉不同的专业 一定要有一个整合者把它整合 然后有一个turn key solution 让我们即时即到即用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智慧城市的目标往前的推进 因为它好多的生态系 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你要把它勾串起来 似乎需要一个很聪明的整合者 林法长这个讲得非常正确 就是我们大众所做的就是平台 这件事情 因为城市的范畴太大了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能够做 所以我们先把平台建置起来 那这个平台呢 所有的在上面的业主们 或者是设备商 或者是传感器商 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它的设备 连结到这个平台上 做统一的管理 每一个设备传感器 都能够互相的沟通 有了这个平台 我们才得以实现智慧周遇 甚至到智慧城市这样大的范畴 有一个中心的平台整合 那这个我觉得是智慧城市 能够承行最大的关键 对于台湾我们说 我补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问题 对于台湾我们好像地形地貌 又更复杂 智慧城市不管是小到 我们讲智慧楼宇 或是大到智慧城市 因为我们的交通规则很复杂 我们的道路设计都很复杂 那会不会让这个智慧城市的 这条路更难一点 或是大众的立场而已 我们有没有到台湾 应地治疑的部分 就是说怎么样符合 我们现有的台湾本岛的现状 然后这样做一些调整 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想我们做事业 就是先把一件事情做好 再把它放大 那我想以楼宇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一个智慧楼宇 就是智慧城市的缩影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 大楼的楼控完全地做好 结合电网 那我想当法规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大楼复制到城市 所以我们现在目标 就是把大楼电厂的管理 结合大楼的控制 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 然后再把它复制到城市的层级 我们预期 你们大巨蛋能有 焕然一新不一样的环境吗 因为大巨蛋跟照您的这个简报 也是你们负责的嘛 是是是 都穿了这么多的电网 一定我们以后到那个场景 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吧 那是肯定 我觉得这个大家拭目以待 给大家一个惊喜 大巨蛋一定会有 跟现在的体育场馆 公共区一定是有不同的展现 有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我相信对转型 大众应该很有体会 我们本身在跑 二十年前我在跑科技的时候 大众还是一个 PC Notebook的厂商 现在整个桃绿电转型 我不知道这个简种 可不可以拉高的角度来看 除了大众的这个转型外 台湾 大家都是从事再生能源产业 台湾如果我们全部往 再生能源靠拢的话 那会带给台湾社会 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什么样的转机 我们可以期待 我想刚刚一个发言人有谈到 我们现在在畅能这个阶段 其实已经非常的落后了 我们必须要加紧脚步 再生能源的畅能部分 把它做好 但是我一直想强调就是 我们在创能 发展创能的同时 我们不能够偏废 我们必须要把 除能跟节能一并考虑进去 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 那我认为 从资本的方式去做 改善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群 他们用电的方式 那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 绿色的转型 所以我们大众集团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层次 我们是把它拉高到整个系统 该怎么样去设计 该怎么样结合三能 让他们运作的最无缝接轨 最有效率 那我想如果 隔一从这个 正高层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那我觉得 不管是台湾企业的这个发展 国外的投资 都会一起起飞 都会一起更加的茁壮 谢谢 谢谢 谢谢